这一次咱们讲一下PPT和VBA的联络使用 PPT大家都知道是PowerPoint对吧 而VBA是什么呢 VBA VBA是一种编程语言 VB在Office里面应用的这种方式 叫V2Basic for Application 那么说这么多 这个VBA到底怎么回事呢 怎么在PPT里面应用呢 咱们还是举例为证 对吧 选择打开这个PowerPoint2007 打开了之后呢 哎 这块你可以看到一个上面是一个slider 对吧 底下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note 对吧 哎 这以前都学过 那么 这块可以输入什么呢 咱们这回做一个什么例子啊 咱们这回做一个选择题 选择题 选什么呢 哎 这个 证明到非常简单的选择题 问你这个 雷 雷 雷 这是 这是 嗯 这是吧 英文选择啊 这是 very 天的 然后呢 选选项 什么密 啊 四个选项呢 是ABCD 那么四个选项怎么填呢 那咱们当然可以用这文本框 但是实际咱们要用这回用一个按钮 按钮怎么出来呢 在这个开发工具里面 有东西说我这个PPT是PPT跟你一样 但是没有开发工具啊 那么咱们打开Office按钮里面的PowerPoint的选项 哎 打开它 你会看到这块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开发 在功能区显示开发工具选项卡 什么叫功能区啊 这上面就是功能区 什么叫开发工具选项卡呀 这就是开发工具选项卡 那么你打上钩 它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哎 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之后 点开它 这块有这个V2Basic 也就是传说中的Alt F11 咱们从来没接触的一个东西 点一下它就出来了 点击它或者按Alt加F11 就可以出现另外一个界面 这个呢 是PPT的另一面 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 对吧 从外面看PPT是演示文稿 从里面看呢 它是由VBA形成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一些内部的东西了 比如说在里面添加一些程序 比如说在这里面添加四个按钮 是吧 大家都都都取过钱 是吧 说说让让你选择你是储蓄账户 还是什么账户 对吧 哎 添加一个按钮 那么这按钮上面呢 有一些字 这字看不清楚怎么办呀 哎 就像这个东西 大家看几个点 那很像一个什么呢 很像咱们以前学过的这个 这个Flash对吧 你可以通过属性来设置 他一些东西 包括他的名称是什么 他的名称是comment button1 这是一个带号 就是这个 这个对象的身份证号 他不叫别的 他叫comment button1 还有底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back back color 背景色 怎么改一样背景色 改一样背景色 我背景色改成什么呢 改成什么颜色 改成红颜色 哎 你看 是不是变红了 这个这个名称 你想改他 你想你想说一个人改个身份证 成吗 也成 但 但是 但是一般一般不这么改 一般你有一个命名规则 能对你每个对象 能够清晰的清晰的命名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东西是caption caption就是名称对吧 标题之类的 就上面显示的内容 比如说改成 这个 这个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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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我这块改成at之后 这块是不是也改成at了 哎呦 东西我看不清楚 看不清咱们再改个字体吧 字体怎么改啊 字体的英文单词是font 对吧 font之后在这写送体 那么这后边有一个三个点 这个三个点我很熟悉 对吧 点点点 实际实际一个对话框 然后比如说我选择72号字 粗体 哎 确定 这样 这样你看第一个选项就出现了 at 对吧 那么这个颜色其实还可以 当然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 整个这个 这个对话框的字体再变大 对吧 这么大的字体 哎 也是72号字 那么 当然了 我不光是有一个选项 现在是四选一 对吧 第一个是at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 右键点属性 要改它呢 实际是改caption 对吧 第二改成什么呢 caption off 大家注意 这个off啊 还有at啊 这些东西实际都是caption caption跟这个comment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一样 对吧 这个是身份证的名字 这个是他这个外面写的标签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大家注意 这块改成off之后 他就变成off了 对吧 如果我想 我想把这个改成at 小写 哎 哎 那一改 改好了 然后呢 同样 同样的 我再 我再添加两个 把这两个都选中之后 我把这个呀 给点下属性 这叫什么呢 啊 哦 in on at in on at off 哎 最后呢 改成啊 那么我现在这个全道题就出具规模了 是吧 有的人说我以前用那个这个主发器是不是也也也也出现过这种东西 就是说我点一下鸟之后这块写句话 对吧 当然这些简单应用是可以 但是咱们都是有简单进入复杂的对吧 哎 咱们先看看 点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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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点是可以点的没反应 对吧 那么怎么才能让我我点了之后让他这个东西有反应啊 哎 这这时候啊就需要咱们哎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查看一下代码 然后查看代码之后哎 我就绕到了PPT的另一面 也就是TPT的里面 说送空进了这个铁公子肚子里面看他怎么回事 这块呢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叫private sub 什么呢 comment button1 这个后面呢是in sub 这个东西很像一个标这个html语言的封闭标签对吧 哎把这个两个封闭起来了 说明这里边是一个函数 那函数其实有三部分非常重要 第一部分呢是是函数的返回值类型 就是函数本身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啊一般一般在在在函数前面写 后第二个重要部分呢是函数了名称 第三个重要部分呢是函数了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当然咱们现在这个函数非常简单 他的这个反过值是什么呢 是空 他的名称是什么呢 是呃 comment button1 下方线click 他的参数列表呢也是空 那么咱们就写点东西吧 写什么呢 我我总得让他有点反应 对吧 我不能按了白按 按了之后白按了 这哪成啊 那怎么才能让他有反应呢 还得插入一个让他有反应的东西 对吧 插一个label 把一个label放进去 当然这label字太小了 是吧 label字变大点 怎么办 还是label的放他 对吧 哎 label的放他 那么这个label就放进放置进去了 放置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里面写一些写一些字 比如说呢 我要让找到那个label 那么 让label的里面的字改成什么什么 对吧 怎么找到这个label呢 label是在什么里面的 label是在什么里面的 label是在混动片里面的 对吧 那么首先要找到这个混动片 那混动片是什么呢 我在这边看一下 这个就是第一张混动片 对吗 而这个第一张混动片 就是slide1 那么咱们就打slide1就可以了 对吧 点 当我打了点之后 它有一提示 啊 这块有什么提示 application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咱们找找 有没有刚才说呢 说那个label1 label1 哎 我找到了label1 对吧 我双击它选中label1 那么现在我设置label1的属性 slider里有若干个属性 有若干个对象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对象 是label 也就是标签这个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label 对吧 那么现在是label里面 有什么属性 label1里面有什么属性呢 比如说captain属性 captain里面 有什么呢 让它设置成什么呢 看看captain里面 还有没有下一集属性 没有下一集属性了 就像我 右键选择这个对象之后 点属性 在这个captain属性里面 它本身 它就没有属性了 但是如果我点font呢 显然这font底下 它还有更多的属性 对吧 我假如想切回去 我不用说 我这样切回去 不用这样 我双击它就可以 切到 切到这个button 对应的这个函数里面 然后我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个at 那我打一个 这个 您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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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打错了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那么咱们 把它保存在哪呢 保存在桌面 叫做1-PPT X吗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 涉及这个红的概念 咱们所说的VBA 这种东西 实际就是 这个 Office里面的红 那么这里面 就对应启用红 对吧 启用红的PPT 而一般的PPT呢 是禁用红的 那咱们要使用VBA 肯定使用启用红的 对吧 注意它的 扩展名是PPTM PPTM 为什么叫M呢 这M代表什么呢 M代表Micro Micro也就是红的意思 好 来到保存中PPTM文件 叫做1-PPTM 保存一下 保存了之后呢 放映一下这张混击片 好 好 放映一下 混击片 还注意 我这时候在点off 还是没反应 印还是没反应 还是没反应 但我点at 点at之后 这个字立刻就变了 对吧 那么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什么呢 我现在知道 只要把其他的这些设置 设置好相应的函数 就可以了 对吧 包括off啊 包括这个 这个印啊 还有什么呢 包括on啊 把它们设置成 相应的函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这个第二个button是什么呢 是off 对吧 is very good of you 哎 改了复制 当然了 在这粘贴一下 那么 我并不是说 说这个 这个要大家学英语啊 主要是这个 这个例子 大家比较熟悉 所以我才用英语的例子 来给大家看 那么第二个呢 是恭喜您答对了 恭喜您 您答对了 您确定您不改了吗 您答对了 好 然后底下呢 实际就可以用这个 您答错了 因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对吧 但是现实生活中 这个 有很多 有很多正确的 或者错误的答案 或者有的时候 就到处全是正确答案 或者到处全是错误答案 这又扯远了 那么 咱们再看一下 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再播放一下 大家注意 四个女儿啊 哎 点这个 您答错了 点这个呢 恭喜您 答对了 哎 又是答错了 只 只要你 你点这个 off的时候 他才出现 您答对了 对吧 是这样的 那假如说 我想说 哎 我点off的时候 不光是说 您答对了 而且还把它字体 设置一下 那怎么办呀 哎 这样 在这个 我还是 那字体肯定是谁的字体 是幻动片的字体吗 是按钮的字体吗 都不是 显然是 谁的字体 label的字体 对吧 slider 1点 那么再选中 label1 然后呢 点 label1里面的什么呢 应该是 标签1的什么呢 font 有没有 哎 真的有 大家注意了 哎 他这里面的每一个属性 实际就跟这个右键 这个东西的每一个属性 label label的每一个属性 都都可以在这边找 对吧 你要设置什么 你在这边设置好了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这边 vba来来实现 这样是不是就比咱们以前用那种处罚器的方法来的更更好一些 当然刚才说了放他不是一句对吧 哎 在放的里面 他有一些字体啊 还有一些这个是否加粗啊 字符极啊 是否变斜啊 啊 字体大小啊 这个粗细啊 之类的东西 当然他的颜色不在这里面 对吧 label1 他的颜色在哪呢 如果我让他的颜色 前景色也就是 for color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d 或者for color点 我如果现在就这样写 直接等于red可不可以 Ctrl S 然后我播放一下 点一下 您答错了 您答对了 他说这个 这个运行时错误13 类型不匹配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哎 咱们可以调用一下帮助看一下 对我帮助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他相应的东西 哎 就是说这个类型啊 他不匹配 那么怎么才能让让让类型匹配呢 首先咱们要切换到这个 这个VBA这种模式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东西怎么设置的话 你选中这种东西NFE NFE 比如说for color属性 在for color属性里面 你要把它设置成什么呢 设置成一个long型的 他这有一些例子 哎 看一下视力 一般来讲 视力是最关键的 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border color 和for color 啊 什么什么点for color 对吧 for color底下等于RGB 或湖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这样这样 这样我就会了 对吧 这不就是RGB三原色吗 那我不 不能写直接写right的 对吧 我把它CtrlV过来 然后我要红色 第一个是R对吧 R是红颜色 那这样再保存一下 这样我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再播放一下 哎 爱他 off 大家注意当我点off的时候 这个字体是不是变成红颜色了 哎 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 这个程序可能 呃 纷繁复杂 里面有循环结构 分支结构 跳转结构 等等等等 那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才能一步一步的看我到底是错在哪步了呢 大家注意我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哎 我点一下 他就变成红颜色了 对吗 变成红颜色了 然后我在这个调试这个按钮里面 我可以点击一下 哎 我就可以 添加断点 或者或者清除断点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就是断点 那么当我 进入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我就可以进行一步一步的单步的调试啊 当当这个程序发展到一定程规模的时候 你肯定会用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再放映一下 哎 得爱他 无所谓 大家注意这这时候他这个颜色没变回来 对吧 那么当我点off的时候 我切换到了VBA的这个界这个界面 然后出现了中断几个字 那么这时候我可以选择 这个调逐逐语句或者逐过程 或者跳出或者运行到光标处 这都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程序不是一句一句的吗 哎 那么一句一句挨着走 这叫逐语句 哎 你这不是有一些子程序吗 对吧 有一个一个sab吗 这些sab 哎 你你你到一个到一个函数调用子函数的时候 你直接跳过去看结果 这叫逐过程 从当前的函数跳出啊 从当前的函数跳出 那么叫跳出运行到光标处呢 就是运行到指定光标处 当然了 咱们可以在这添加一些监视 比如说 哎 我选中了这个东西 右键啊 添加一个监视 他什么叫监视呢 就是说 嗯 你你看看这个实际他运行的时候 他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哎 我添加一个监视 添加监视在底下就出现了啊 他是一个对象 对吧 他里面有一些值 咱们熟悉的值 比如说captain值 表达是captain 您答错了 类型是string 对吧 fant fant值 fant值里面有什么呢 fant又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可以设置他这个是否加粗 不加粗 字符集是什么 这个是否写体啊 呃 这个字体是什么 字的大小是什么 等等等等 这些你都 你你你都可以添加监视啊 或者删除监视 可以删除监视 或者比如说你添加这么一个监视 哎 按住了之后一挪过来也可以 您答错了 类型是什么 上下文是什么 比如说哎 我这样可以煮煮语句 跳 那么刚才这个对应这个黄颜色箭头是不是对应这一句 对吧 那么现在煮语句就对应这一句 再往下煮语句 哎 in the sub in the sub 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函数的最后一句了 对吧 哎 这样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之后实际你 你看一下 这边 结果呢 出没出了 呃 还 还得到这块了 这就是调试的时候用的 那么当然如果你不想调试了 你就再点一下 那么这个断点呢 就取消了 好 这个呢 实际就是VBA最基本的东西 啊 再回忆一下它的要点啊 首先你要在这个调出这个开发工具 这个试图在开发工具 这个试图里面调出VBA VVVVSIC 然后呢 在在在这个 这个VVSIC的试图里面 你可以添加一些什么呢 可以添加一些这个这个断点 而可以添加一些监视 就是看它的每个对象到底是什么 哎 你是字号是 我让你字号改成这个66 你还是不是66 是吧 那么 这里面可以添加监视 可以添加断点 在断点里面 你可以设定 这个是如何执行 对吧 呃 如果你有对某些东西有疑问 比如说Captain这个东西有疑问 那就F1 在这个官方帮助里面 找到相应的帮助文件 可以看事例 看看这个它的案例 是如何进行编程的 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呢 就是答对了是变红色 那么只要你一变红色了之后 全都变红色 如果我说答错了变黑色 那怎么办呢 那么显然是在这一块 对吧 Ctrl C 把这个复制下来 啊 这是答错了 对吧 您答错了 那么这是 三个零 那么再把这句 复 复制下来 Ctrl C 然后呢 在这个第三个选项里面 Ctrl V 一下 大家注意保存的时候的自动排序 自动把这个 拉开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大家放映一下啊 点一下 你拿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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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只有只有答答对的时候是红颜色 答错的时候就不就不是红颜色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VBA的应用 四个Button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Label 最最简单的VBA应用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能动手练习一下啊 VBA呢 可能还会讲一两个例子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